年喜攻略在浩浩当报席选暑假当之后,已经落下了帷幕,尽管如此,剧集的网络播放量仍旧每天在两亿左右,比正在播出的如意传还高,看来大家对这部剧的热情仍旧没有消退。 另外,这部以后宫为主的电视剧,里面的几个妃子的扮演者自然,都收到了大家的关注,如今剧集结束了,秦兰,蛇师们,吴锦言,谭卓的拍摄了不同的杂志图,展现了不一样的风格,没有了演喜攻略中的古装滤镜,你觉得谁的现代赵赢了呢? 复查皇后的扮演者秦兰,在剧中就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小天使,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,这个角色的性格待在宫中就是一个悲剧,秦兰本人也是小天使一样的人物,经常在剧组救助小狗狗,但是因为自己过敏的原因完全不能养狗。 而且网友还发出秦兰很久之前在网上面对黑粉的言论,对方言词颇恶毒,但是秦兰就是很生气的回了一句,怎么可以这样? 这个回应实在是把人蒙发了,善良的秦兰原来完全不会骂人,这个性格太好玩了,脱离了古装的秦兰,走的基本都是温婉路线,面纱遮连,整个人看起来也立体古典很多, 听来身上有一种很沉稳善良的气质,这大概也是他诠释的复查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吧,蛇诗骂本人的性格比剧中的贤妃要好玩很多,他做直播的时候,对着镜头什么都说,而且能听得出他的普通话气色非常好了,作为到内地演戏的演员来说真的很良心,之前他还表示本来想自己配港版的角色的, 只是时间上来不及了,而且蛇诗骂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,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到谁最漂亮,都是自信的说自己最漂亮, 所以蛇诗骂的映照,看得出也都是非常自信有光彩的,其实在剧中看贤妃,会觉得他体出气势有点弱, 但是脱离了古装,才发现蛇诗骂气质气场够非常好,而且整个人皮肤和状态,一点不限43岁,保养的太好了吧, 无锦颜的映照就能明显看出青色感了,虽然无锦颜并不是刚出道的新人,但是确实是刚红的起来,在映照方面显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, 这组风格比较特别的映照,无锦颜虽然还是很漂亮,但是却没什么特色了,尤其眼神好像没什么光彩, 看起来没睡醒一般,高贵妃的扮演着谭卓,一看就是电影脸了,所以杂志显然是信手缘了,毫不费力很大的那种, 他的杂志风格比较简单舒适,没有那么一本正经,但是笑起来着实好看,状态也非常轻松, 弹着年纪跟学习慢一样,也是保养的很好,一点够看不出来年龄,而且他也算是剧抛脸了, 就是也离不去,给人换了一张脸的感觉,至少一开始,小编是没认出来, 他就是,我不是要神中的四会的,虽然剧中的角色各有喜悲痛,无法自我主宰的命运, 但是剧外大家都活光鲜又亮丽,你最喜欢谁的造型呢,一起来讨论一下吧。